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親愛的初戀 Love, Simon 由電視劇《閃電俠綠劍俠》 明日傳奇的製作人 Greg Belenti 指導 改編自小說西蒙和他的出櫃日記 由 Nick Robinson 主演 配角著有漢娜的遺言的主角 Catherine Longford 以及電視劇中閃電俠的跟班 閃電小子Fresh Kid 電影明星 Jennifer Garner 還有Josh Duhammer 劇情是在講一個17歲的美國高中生Simon 心中有一個深長已久的秘密 他喜歡男生 他是同志 原本打算上了大學 離開家鄉 然後在大方出櫃的Simon 因為在學校網路留言板 一則匿名的出櫃留言 他開始跟對方有了書信往來 然後就開啟了一場 他在校園裡面尋找初戀情人的旅程 並呈現出一個青春的模樣 讓人荒唐、讓人迷惘 還加上要不要出櫃這種倒霉事 看完之後應該可以讓你做一個好夢 這是一部有點甜有點苦澀 但是好像整個都是用奶油打造出來的電影 《親愛的初戀》有一個指標性的意義 它是第一部由好萊塢六大片商發行 要在電影主流市場裡面主打的酷兒題材愛情電影 是不是蠻意外的?我也沒有想到是第一部 但想想好像這樣一部陽光正面的主流電影 好像也真的沒有出現過 像加拿大的電影導演多蘭就說 如果他十五歲的時候就有這部電影的話 那他就不會假裝那一張艾希頓酷奇的海報 是要送給他的表妹的 可能對他來說整個世界就會不一樣了 這部電影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我自己覺得不是說他在劇情或者是在電影手法上面有多神 可以比得上多蘭知己的電影 或者是可以叫以你的名字呼喚我斷貝山 因為愛你這些電影都要閃遍去 而是《親愛的初戀》的確有他的指標性 清新健康的同志愛情成長故事 他翻轉了一個同志出櫃的障礙 都是來自於外在的這種老套的潤調 劇情中所有的問題和狀況都是Simon他自己搞出來的 他的世界可以說完全沒有因為出櫃而變得不一樣 我一開始看完之後覺得這部電影美好的有點膚淺 好像是一個人生勝利足的出櫃日記 但我後來理解他就不是要一個多思考性或者多複雜的那種同志片 《親愛的初戀》他就是要定位在一個合家觀賞 然後所有人都可以接受每個人都會喜歡的電影 我甚至可以開玩笑的說 這是一部同志的迪士尼公主系列電影 你可以說迪士尼的公主電影是有點膚淺 但他永遠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 主角Simon的旅程跟傳統公主的旅程也沒什麼兩樣 他要找到他的王子 儘管他沒有見過這個人 但是他已經愛上他了 沒有錯老實說我是對這個主角有一點意見的 我真的對他在這部電影中做的所有事情 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不成熟 傷害身邊的人做出一堆的蠢事 然後要配合這部電影給人的勇氣 還有正面力量 他非常的幸運 他身邊所有的人 他的爸爸 他的媽媽 他的朋友 他的妹妹 都展現親人朋友之間的善意 愛和友誼 這可以說是這部電影最重要 也是最打動火的地方 在親愛的初戀中 整個劇情的開端是來自於一個秘密 秘密這件事情 是這個青少年成長故事的導火線 每個人都有秘密 但是在青少年青少女的身上 秘密特別的多 這些秘密不能說出來的原因 通常就是因為發現自己與眾不同的地方 然後你很怕說出來之後 別人會把你當作一個 你跟大家不一樣的感覺 你跟大家不一樣的眼光去看待你 然後來到這個故事的重點 出櫃 把這個秘密說出來 電影的宣傳標語有一句話叫做 為什麼異性戀不用出櫃 為什麼我要經歷這些事情 然後其他人不用 其實要出櫃的人是非常多的 因為能夠普普通通 跟所有人一樣過完一生的人 是少之又少的 每一個人一定都有什麼秘密 需要被講出來 需要出櫃 這些秘密可能是 讓你難以啟齒去告訴大家的 但是這些秘密 也是讓你變得有趣 獨一無二的地方 比如說 我要跟我身邊的人說 我在YouTube上面拍影片 這件事情其實都要出櫃的 這些秘密 讓你成為你自己 Jennifer Connor 和Josh Duhamel 飾演主角的爸媽 他們可以算是一對超完美的家長 是一對很貼心的爸媽 跟小孩子的互動 看起來都超美好的 這兩個人也都各自跟主角 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對手戲 希望自己的孩子活得輕鬆自在 是每個爸爸媽媽的願望 然而青春期 就是讓人很該死的一個大混亂 如果那段時間對你來講 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 或者是你沒有什麼經歷到的話 推薦你可以去看一部電視劇 叫做《漢娜的遺言》 看完之後你就會了解了 就是一直會感覺到自己 跟其他的人哥哥不不 就是會很容易因為小事而受傷 就是很在乎別人的感受 就是好像一直壓抑著什麼 喘不過氣來 所以我想絕對不只是Simon 而是每一個經歷過青春期的人 都能理解坐在摩天輪上面的心情 忽高忽低,若即若離 他需要的東西也很簡單 就是很熟悉的勇氣 不管這個勇氣是不是梁靜如給你的 勇氣讓我們可以面對這個世界 不管這個世界喜不喜歡你 勇氣可以讓我們面對自己 讓我們往喜歡的人 或者是喜歡的地方走去 我覺得導演拍得還好 只是讓這部電影順利的發展下去 想知道怎麼樣是拍得好的話 可以去看屬於鳥這部電影 但還OK沒有搞砸這部電影 只是沒有拍到像生命中的美好缺憾 那樣子的故事節奏 但跟生命中的美好缺憾一樣的是 兩部電影都有非常好聽的歌曲 成功的在這部電影中 建立讓人心跳的情境 以及浪漫青春的氛圍 飾演Simon的Nick Robinson 很棒 他真的很棒 可愛、帥勁的外表 又有真切動人的演技 他又把那個屬於年輕人的糾結 還有自我衝突、矛盾 演得很出來 跟Call Me Bionet的Timothy Sharman 相比的話 他屬於一種鄰家男孩的初戀 親愛的初戀是這個時代的青春寶典 不管你有沒有需要出櫃 他都反映了這個時代 每個人都想要 但又很容易消失的戀愛 雖然劇情很平庸 然後主角的個性又有一點 刻白、空虛 但整部電影有一股 讓人開心的感染力 我覺得有把這個主題 很溫和的說清楚 雖然我還是對裡面的美好有所保留 一部合家觀賞的同志青春片 雖然這部片在新加坡 因為法律題材的關係 是限制極的 特別推薦給 曾經或者是現在 因為某些事情 各種事情 需要跟家人、朋友 出櫃的你去欣賞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 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 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 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